按鈕就是說我們可以回上一頁之後的話 然後呢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不斷的back 然後他這回不去 這個地方按下去 那我如果希望下一頁 他可以再下一頁 他可以再下一頁 一直不斷的下一頁的話 有沒有 那不就一直可以瀏覽嗎 那 第一個要怎麼樣把這個下一頁做出來 做法上面的話 我們上禮拜有做過按鈕了 那做按鈕的方法 但第一個 請你在這個 最新消息的這個地方按個Enter 不過Enter之後這邊有個項目符號 請你把項目符號拿掉 因為我不希望這個地方有個項目符號 一點有點怪怪的 那做法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Jeky Mobile裡面的按鈕 從這邊去加也可以 但是 我覺得好像這邊加感覺好像 沒有第二種方法 比較簡單 第二種方法是什麼方法呢 這邊打個下一頁 比如說我希望在這邊多一個什麼下一頁好了 假設這個名稱 我希望在這邊打個下一頁 那名稱如果你不喜歡用下一頁 你可以自己再換個名稱都沒關係 然後 第二個做什麼 選取他 選取他之後的話 我們剛剛不是一個 資料 這個標籤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Data Row裡面 它可以變成一個什麼 Button 裡面有沒有Button 有Button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還可以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 標籤檢視器裡面的Data Row 其實 還蠻方便的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標籤 當然可以 不過在做標籤之前 我建議你先做超連結 因為如果沒有做超連結 後面還要再加一次 麻煩 乾脆先加一個什麼 Page 先打下一頁 然後再打一個什麼 Page 然後我要下一頁是Page2 所以你就把Page2 加上去 他這個時候有個下一頁 當然現在是可以直接點選 下一頁 不過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可以讓他怎麼樣 換就是這個地方換成一個按鈕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選他 第一步 Data Row改成什麼 改成Button 試一下 按鈕 點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最新消息 下方 有沒有 按鈕就出來了 就這麼簡單 那顏色怎麼改 猜應該猜得出來吧 應該是什麼 Data Row的什麼 Data Row的Synming 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可以怎麼樣呢 把他的那個 按鈕的那個 形式的話 改的話 應該是 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個 Data Syn 然後呢 如果我今天改成什麼 改成 藍色的話 換 我印象中應該是點這個 OK 點下去 有沒有 馬上就換了 所以 我覺得這個Drainweaver的工具還蠻好 你用即時狀態 這樣子 就馬上可以看得到 OK OK 那再來的話 第一個就是這個顏色變更 再來 如果我今天希望加一個icon 比如說這邊最好一個箭頭 向下的話 那有沒有 那你想說 是不是可以在這邊有個Data icon 我們試一下 icon 有沒有在這裡面 有一個按鈕呢 有沒有看到一個icon 有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 那我希望一個箭頭 線頭向下的話 那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 箭頭向下 點它一下看看 D的話就DOWN OK 有沒有看到 向下 好 那再來你 你可能想說 老師這個按鈕感覺有點太大了 那我可以把它縮小一下下 不要這麼大一個 其實你甚至其他 當然你自己再摸索一下 它有個叫做Data 這個按鈕 好像在 In-Line In-Line這個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 不要 它預設是整個變很大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True的時候會怎麼樣 有沒有 就是你置多少 它就自動把你調整到那麼寬 它不會整個拉寬 不過這個效果可能還要 你要把它置中 我想大概 這個我想之後還會再講到 所以這個可有可無 有沒有Data In-Line 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練習一下 這個部分 做完我希望看到就是幾個 第一個 字上面做超連結 再把它改成Button 然後改成一個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換個 Icon 然後這個可有可無 最後做完的話 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說 我今天像下一頁 下一頁每個顏色都不一樣就可以了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今天的練習 那你就把它存檔 確定沒有問題存檔 存檔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把 把它壓縮起來 傳到哪裡呢 傳到那個我們的 S7 ZIP 壓縮成ZIP 再把它傳到那個 有沒有 FoneGap的網站 就 它到時候會給你下載 那下載那個AP給檔 到時候你們就交 這一個 跟 那一個 兩個就可以了 變化體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你也許叫做102APP變化體 然後 不過中文的話 可能會有問題 你乾脆就是想一個 那個 名稱裡面 不要有中文的 那 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再把它改變一下 名稱的話 我想自己取一下 把它轉換成英文的名稱就可以了 裡面不要有中文的 OK啦,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